恭喜發財,荔酒 恭喜發財 哇,那些禮盒很漂亮 吃貨,這是康諾財神爺禮盒 這是里約隆門禮盒 它們不單是包裝漂亮,裡面的東西還很厲害 裡面有什麼? 這一盒是里約隆門禮盒 裡面有日本紅燒鮑魚,肉質彈娜 紅棗狗忌私人獎燕窩,美味清甜 這一盒是康諾財神爺禮盒 裡面有紅燒鮑魚和紅棗狗忌私人獎燕窩 還有滋補養生的炮芯松草雞精 還有女士養顏陰蜜天山雪蓮奇雅節燕窩 喂,假裝是送禮佳品 你預約我要100盒 預約1000盒 恭喜 恭喜 晨晨師傅 我想知道在兔年有什麼開運重點 開運重點有很多 不過行大運非常重要 通常在年29到年初一交界之間 我們會在凌晨的時段行大運 所謂行大運 就朝著居宅對開有利的方位 去祈求一些財運、文昌和桃花 桃花位就是西北邊 最好朝居宅的西北邊買一些鮮花 帶回家 希望今年就桃花滾滾 財運方面就是東北方 所以我們可以朝著居宅的東北邊 看看買不買到一些和水有關 好像飲品、魚缸、水種的植物 甚至乎一些招財旺上的物件 風水物品 好像買褲也代表著富裕的意思 現在大家吃開運了 每個三年都行大運了 成定師傅 我想問透年熟雞是怎樣 熟雞的朋友今年要留意一下 因為十二生肖之中 熟雞是正宗太歲 凡真正宗太歲 最好如果宗教沒有抵觸 就立春之後 即是二月四日新曆之後 就可以進行攝太歲 因為年份生肖 通常是主管童年運氣和祖先福音 所以長輩健康 今年熟雞的朋友真的要留意 因為雞本身就是強於嘴和眼光 眼光銳利 但說話有時因為看到 亦都過分銳利 口直心快 今年和兔的太歲配合 似乎不是那麼理想的 所以今年要慎言行 有歲破星 事物容易長得不好 容易有失敗 還有有大號星 今年如果計劃 做生意或者大的投資 最好審慎決定 過了農曆七月之後 就更加好 有欄杆星 因為一波幾折 最好定立一些短期 鼓勵到自己的成績 這樣就會更加開心 整體上有災殺星 水險和火險 家居安全 特別要留意 想知道犯太歲的事 記得留意下一集 Kinuhimizu 肚年開玩秘笈 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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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